今天早上我最后一个吃饭的 吃完饭赶紧去鹅厂那边 把这些饭算在这里 放这么多了 水杯也放这个 你不凝固了吗 别撒了 撒不了 看这架条 再嘎的架条一勾住 今天的天比昨天好太多了 不过有风 一过来爸爸就来迎接了 到鹅厂了继续干活 买了几包绑带 把它给绑上去固定好 走 今天能把这些整完不能呀 差不多 马上要干活了 完了今天能差不多把这给整完 往格铺一下子 你在这干活吧 我上山了 行 带着雨伞带着水 那衣服后边脏的不能行了 脏 干完活回来我给你洗洗 当然是真的了 还有假的吗 真是的 你从来都是我给你洗的 哎呦 你忙了我肯定要帮你洗衣服了呀 地下太凉了 肯定的 小时候都不能爱地呢 冻了冻死了 我长天躺的腰 回去给你贴膏呀 需要我帮忙随时喊我啊 行 吃饭了 吃饭了 好 吃啥饭呢 没看呢 他俩呢 小班要黑呢 在后边呗 哎呀 说谁谁来 哎呀 酸菜味 炖酸菜 粉条炖酸菜 之前我用这个粉条炖酸菜 完了粉条老炖的不行 他们都说我手不行 现在尝一下我一炖的 挂着吧 不穿了你 咱俩有一个碗呀 咱俩有一个碗 行 可以 多来点汤 没有辣椒 扒了人 一到吃完就扒了人 天上还是冷 喝点这个酸菜汤 暖和一下子 吃完饭 小鸡继续干活了 吃完饭 小包在这晒太阳呢 所有的网格已经铺完了 现在准备立柱子 就是把这个边 再用柱子立一下 挡一下的 一个丁不结实 得定两瓶 鱼又下大了 不让羊在外边吃了 我一把羊喊回去 太冷了 瓜头又下雨 小妈 我跟小鸡 我们俩还有点活没干完 再干会儿 他们俩先回家了 去看小鸡了 好 咱俩得等一会儿吧 还有点活 今天整完整了 马上要结束一天的工作 回家了 经过几天的努力 鹅棚小鹅谁的鹅 床呢 有了初步的整体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整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边缘角 需要再细抠吃一下 我跟小鸡也要回家了 明天来再把这些东西整 还有一些小东西都没弄呢 大概弄出来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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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框架是出来了 就是剩下的给小鹅做一下间隔 这个房间有一百平方 正好能装下一千只小鹅 那还挺正好呢 多了就不行了 长大了以后就不行了 大了 咱还有一个鸽棚吗 对 小爸爸回家喽 林总那边又下起来了 回家的雨下起来了 赶紧走吧 冻死了 他不会往这上 脆蹦啊 坐好吧 下大了赶紧 赶紧走 下的不是雨啊 这冰棚 你看这身上 冻死了 赶紧走啊 晚走一会儿都不行 哎呀 大下这还差的 那下的不是雨啊 是冰棚 你看我们俩身上 几家冰棚 太冷了 赶紧起吧 我现在坐着冷瓜头 也没有把伞 完了这上面那个 棚子呢也整掉了 因为前两天等价条 我们俩现在就是 连着雨往家冲